我觉得人生很容易会发生一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 然后自己没有很喜欢的事情 那但是我觉得至少在那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让自己开心 这个其实也蛮重要 大家好,我是Mira 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吃我的晚餐 现在呢,就已经是这个10点43分了 其实这个晚餐有点晚了 本身呢,今天没有打算吃饭 但是因为我今天真的很累 因为我每次来到台湾都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今天我下午回来酒店时 我已经是整天很累 我不可以睡着了 但是忽然间因为肚饿 然后肚饿醒 然后我打算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 买我最喜欢的便利店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台湾的便利店 不知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吃 我每次来基本上 我最少最少有一餐都是便利店的 我买了这个粟米浓汤 超级粟米浓汤 哇,它有份面包在面上啊 我应该是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我真的超级爆爱粟米浓汤 看不见到 哇,这个都很幸福 我先喝一口 就是你 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粟米浓汤 因为我韩国真的 真的没有这一款粟米浓汤 其实韩国也有粟米浓汤 但是它们的粟米浓汤 是用粉去加水混合它 然后是没有粟米粒的 但是我本人真的很喜欢吃粟米 我本人 超级好吃的 真的是我的最爱 其实我忽然间很想说国语 我可不可以说国语 为什么我会问呢 因为我知道很多香港的朋友 不喜欢香港人说国语 我自己就这样觉得 其实语言只有一种沟汤的工具 就是为什么要这么介意 是什么语言呢 因为有时候我在影片里面 说国语的时候 可能我自己一个人说得太多 然后就会 有某部分的网民会来留言说 为什么不说广东话 但是我说韩文的时候 又没有这些留言 我会觉得挺奇怪的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说什么语言 都不是重点 最重要是 表达到当时 内心想说什么就行了 好,反正呢 我就是突然很想要讲国语 那介绍来整个影片就讲国语 那希望可能有 某部分的香港朋友不要介意 我觉得看到这里 应该会有很多人会想要问我 既然来到台湾了 为什么要一个人在饭店里面 吃别人商店的食品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也有在想这个问题 我在台湾有朋友 那我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 然后找朋友吃饭啊 跟他们见面啊什么的 我就会觉得 其实我蛮享受一个人的时间的 比如说今天 啊,by the way 这个 我超喜欢这个 热狗 它里面是起司 我觉得你约朋友 过程的重点就是在于 你跟他沟通 跟他聊天嘛 但其实我本来是属于一个 比较喜欢聆听别人讲话的人 我当然也会讲话 就是相对之下 我是比较喜欢 就是当一个聆听者 那所以如果在我很累的时候 我是更不想要讲话的 我通常来到台湾 我事情就很多 然后就会很累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要 静静的一个人 就可能吃饭的时候也是 就是便发呆 然后便吃 然后可能约朋友也会 至少也会花个 一两个小时嘛 我就觉得我的体力 可能没有办法 去撑这么久的时间 这只是一个其中原因啦 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真的觉得便利商店很好吃 我真的超级爱 我现在要来吃别的了 喝完汤 然后就要吃这个 这个是青酱格力意大利面 看起来很好吃 这是我第一次吃啦 好吸引喔 有没有人吃过这个呢 好让我试一下 它香料味道好重喔 很不错诶 因为我个人是喜欢很浓 香料味很重的食物的人 这个香料味有够重的 有人吃过这个吗 你觉得好吃吗 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好不好吃 像这样子 我静静的就可以解决我的一餐 我觉得很方便 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蛮边缘的 就是我明明可以交很多朋友出来陪我 可是有时候我偏偏就是 想要自己一个人 就是临近的待在一个地方 我是边缘到我这个林可 现在这样子 留在饭店也不想要交朋友出去 其实我现在这个饭店我在西门町 就是我认识的人 几乎就是很靠近西门町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就很想要边吃饭 然后边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其实我好像蛮小这样子 跟大家讲一些比较这样子 内心的话 所以我觉得一直都是跟大家 有一个距离 这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不太常在 我的Instagram或者是 YouTube上面分享 所以我最近就常在想 我其实可以多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东西给大家看 虽然可能会有人觉得 这些东西很无聊 可是我觉得至少是我想要分享的 那想要知道的人就看 那如果没有兴趣的人 不看就无所谓 但我这样子拍这个影片 我自己也开心 真的让自己开心蛮重要的 我觉得人生很容易会发生一些 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 然后自己也没有很喜欢的事情 那但是我觉得至少在那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让自己开心 这个其实也蛮重要的 我觉得我最近有变比较感性 我整个人 是因为现在10点多的关系吗 其实这个影片算什么 算是便利商店开箱吗 还是我的吃播 还是我跟大家聊天 定义不了这个影片 大家会喜欢看这种影片吗 我自己是很喜欢看一些 就是讲自己内心的影片啦 虽然我不认识那个人 可是至少我可以透过影片 知道他的一些内心的想法 我想说这个量还蛮多的 一直吃都吃不完 我想上面加一个起司 其实我已经 快隔了两个月才来台湾了 因为4月的时候 就是整个4月 我都几乎待在韩国 因为本来是想要4月中来台湾的 但因为5月初的时候 我有事情要来做嘛 所以就想说 那我4月中来一次 然后5月初又来一次 好像有点太过频繁 那我想说好 那就5月来吧 然后这一个饮料啊 蜂蜜水 几乎每次来台湾 我都一定会买至少一瓶 因为我本人是超喜欢蜂蜜 蜂蜜很好吃 很好喝 就是任何蜂蜜制作的食品 我都爱 而且蜂蜜真的很健康 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喝蜂蜜的习惯 可以尝试一下 蛮有营养价值 但是不能喝太多 因为以前就是很喜欢喝蜂蜜 然后就几乎一直在喝 连续的喝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肚子有点不舒服 虽然好吃是好吃 吃适量吃就好 知不知道 就是任何东西 其实都最好不要过量啦 对不对 还可以讲什么勒 你看其实我就是这样子一个人 就是我跟朋友相处的时候 我都是比较不会开话题的一个人 我通常都是别人先丢一个话题出来 然后我可以接 我可以回答 我可以回应 但是我比较少会直接丢一个话题出来 别人去回应这样子 我不是说完全不会的 只是那个比例上 比例上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才比较喜欢成为一个聆听者 我很常听那一个话就是说 大家觉得我很多话 然后很开朗 活泼 不害羞 对 我最常听到就是说 我不害羞 可是我真的超级害羞 我很慢热啦 应该是说 虽然真的没有一个人这样觉得 但是我的内心是这样子的 可能大家看到我的那个话很多 然后会主动跟人家搭话的那个样子 其实是我在心里面 鼓起了100次勇气之后做出的行为 所以其实不可以只看外表 然后就评判一个人是怎样啊 给人家感觉我是很开朗 讲话很多 很主动的一个人 我觉得会比较容易让对方 觉得相处起来比较舒服 所以我就努力成为那样子的人 可是就是内心的我其实还是那个 最好 我要讲话 诶我还有甜点没有吃 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甜点 我本来想说这个影片 我可以边吃我整个晚餐 然后边跟大家讲话 结果我觉得我还没吃完诶 我是不是话讲太多了 大会的甜点就是这个布丁 觉得很好吃 虽然它是日本的布丁啊是不是 哦没有它厂商是在那个价业 好反正啊我觉得它很好吃 就是算了一下啊 我吃这一餐我只用了222块 那如果我没有吃那个起司的话 我这一餐就是200块之内 我觉得超级划算的 而且味道很好吃 所以谁说边电商店没有好吃的东西 会说这些话的人 肯定是没有来过台湾吃边电商店 要讲下去我还是可以有很多话可以说啦 但这影片就会太长 然后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很无聊 这个影片呢就要到这里了 大会就要边吃然后配韩剧 对我来到台湾还是要看韩剧 对阻止不了我的这个看韩剧 这个行动 我觉得人生实在太苦了 然后我只好看那些浪漫的情节 然后去自己幻想一下 好悲哀这样子听起来 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 希望这个影片的话 都帮我按一个赞吧 想要知道我日常生活的话 可以追踪我的IG 或者是Facebook 然后千万不要忘记订阅 还有按旁边的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咯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到这里咯 拜拜